我是Nicole 我想 因為過去的歷程 你都是屬於做比較自由創作的 那現在身為就是政府的政務委員 那我想要請教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身分跟你過去 其實有很大的差別 因為過去可能就是獨立創作 那現在要面對那麼多 政府的一些事物包含人 那我想說是不是在這個時間 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怎麼樣去切換 在處理這麼多複雜的事情 那你有沒有遇到一個 比較bug的一些障礙 然後可以分享給我們這樣 是 這也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我在2014年 就是去協助我們的政務官 去跟人民溝通的時候 很快就發現說 其實主要需要賠利 就是需要增幅 的是我們的事務官 就是常任文官的體系 因為其實任何事情 都是它的承辦 它的科長 它的局處長 最了解這件事情 政務官 它往往只是有一個大略的 一個方向 的一個藍圖 所以在2014年底的時候 花了蠻多的時間 跟事務官相處 當時在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就是福華那邊 太北福華 跟所有全台灣12支 等以上的事務官 就大概 不是大概 剛好300人 就只有這麼300人 那去分享說 我們在戰略運動的時候 怎麼樣確保說 50萬人在街頭 更多人在線上 但是還是可以凝聚出一些 就事論事討論 服務貿易協定的 這些文化出來 那後來我就發現說 這些社會職等的事務官 都非常願意學習 這套方法 因為對他們來講 本來跟公眾溝通 就是他們的工作 只是說他們之前 接觸不到所謂的公眾 往往都是所謂產業的領袖 或者是如果工人組織的話 工會的代表啊等等 但是他有一些人是沒有辦法被代表的 好比像說我們當時處理一些新興的議題 遠距勞動 就沒有在家上班的人的工會 沒有這種東西 或者是新創企業 他設在開曼群島 而不登記在台灣 也沒有一個台灣所有開曼群島商的聯合工會 也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傳統的諮詢模式 沒有辦法在這個新的時代 被這個鬆散的社群 這些自由工作者 其實都不像傳統的情況下 他是由一個人就可以代表大家 他最多是一兩個人 他可以就是 就事論事的分享他個人的經驗 可是他一定會說 我也不代表所有在家上班的人 這樣子 所以當時很多的事務官都發現說 他們的工作不能跳過 像我們之前這樣子的自由工作者 而也是這些自由工作者 比較能夠 因為他足夠斜槓 他可以跨多個產業別 所以他可以發想出一些創新的 和不像說圍棋是一種電競 的這樣子一種想法 所以他跟事務官之間 是彼此加強的關係 而不是好像一定要來挑戰他 或者是像傳統的壓力團體一樣 一定要他做一些 零和的取捨這樣的關係 所以是事務官的natural ally 就是他們很自然的盟友 所以這個時候 我現在在行政院裡面工作 我還是強調說 我是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是跟政府一起工作 但是不是work for the government 我不是為了政府而工作 所以所有的事務官都知道說 來我這邊的時候 我就是幫助他連結到一些 能夠幫他設身處理想的一些民間人士 但是我絕對不會變成說 好像拿這些人的意見去壓他 也不會變成是好像只是幫他 去做政令宣導 這兩種我都不做的 而是說他們有一些共同價值 那一起來做一些創新 所以要說有些bug 大概就是所有看起來像是零和 就是政府多一點點 人民就少一點點 人民多一點點 政府就少一點點 這些是最容易出bug的時候 那我的工作大概一直都是去看說 有沒有可能說雙方都不犧牲掉 他們手上在意的事情 但是創造一個新的方法 然後去把本來看起來好像零和的東西 變成大家雖不滿意 但是可以接受啊 那像之前的公投嘛 那有兩個公投 那加在一起加上大法官實現 那就讓事務官 專業事務官非常難處理 那就是同性結婚的那個題目 那但是後來可能因為他們也有十三四年 性別主流化的那個工作的歷史 所以到最後這些事務官跟民間就一起凝聚了 我們叫做結婚不結姻 的這樣子一種逆程超廉結法案啊 就是說不會構成姻勤關係 所以不用發明什麼什麼兒序啊 女席啊 什麼這些字眼啊 都完全沒有破壞 就是現有的親族的結構 那但是在權力跟義務上面 跟異性戀是一樣的 那這樣的話等於兩個不同的陣營 其實都在意婚姻的價值 那所以就都照顧到了 但是又沒有任何一邊被犧牲 所以我想我們的工作就是一直來創造這樣子的事情